今天晚上我们 讲的题目是念佛与六波罗蜜 虽然不是讲经典 但是和经典都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请各位合掌 我们一起来念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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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甚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念佛是一个大课题 大家平时我们都说 修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也是一个大课题 因为凡是要成佛的 今后一定有自己的佛土 来度化众生 那个佛土 佛国就叫净土 这个净土从什么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呢 就从我们开始学佛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建立了 就像西方的莲花 什么时候开呢 当我们念佛的时候 那个莲花就已经有了 念佛越好 莲花越大 开得越好看 如果你不念佛了 念佛少了 莲花就不如原来那么好了 干脆不念了 莲花就枯萎了 你再念就又长出来了 佛的净土也是这样的 你修行好 就已经在建设自己的净土 在这个意义上说 哪个法门不是净土法门呢 净土法门有的时候 方便叫做念佛法门 其实念佛法门 它是诸多法门当中的一个 但是如果要讲到念佛三昧 也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 狭义的念佛三昧 就是我们通过念佛 证得三昧 念佛三昧有的时候 我们会发生误解 因为三昧是定的意思 我们可能会误解 就是通过念佛来修定 通过念佛修得了定力以后 就叫念佛三昧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大圣佛法 应会都是等持的 你要证得 殊胜的念佛三昧 最起码的层次 要达到花开 见佛 勿无声 也就是说四种念佛 平常说的四种念佛 实名念佛 观想念佛 观想念佛 和实相念佛 要达到实相念佛的层次 你证得了实相 才能实相念佛 念实相佛 实相就是自性 也等于是念自性佛 你要没有正德 怎么念呢 你还是念的认为 和我们对立的一尊佛 这尊佛不是我们自己 而是另外一尊佛 这就没有正德实相 因为还有你我他的区别 而真正的实相 是没有这个区别的 因此 念佛三昧 从定会等持的角度来说 从大圣佛法的根本意理上来讲 一定要开悟的 一定是能够悟到了 无声人 正到了大圣 无我的真理 见到了生命的实相 见到了我们自性弥陀 才可以 因此念佛法门实际上也非常广大 如果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 这个念佛三昧 它就包括了所有成佛的法门 所谓法门无量 誓愿学 这无量的法门 都属于念佛三昧 我最近正在讲一个念佛三昧经 经典里边 佛亲自这样讲的 今天我们呢 先看偶艺大师的开示 真能念佛放下身心世界 及大不识 真能念佛不负起贪嗔痴 及大持戒 真能念佛不计是非人我 及大忍辱 真能念佛不烧 尖断夹杂 及大精进 真能念佛不妄想斥足 及大禅定 真能念佛不畏他其所获 及大智慧 偶艺大师 有不少的著作 其中 有一部著作 叫佛说阿弥陀经要解 简称弥陀要解 我们不少的人 也听说过 印光大师对弥陀要解 非常的赞叹 说即使释迦牟尼佛再来 也不会超过了 就是说他解释的非常到位 非常好 念佛这一个法门 因为是三根仆被利盾全手 什么人都能修 修了以后都能成佛的法门 成佛的法门当然就包含六度 因为六度也是成佛的法门 这里所说的真能念佛 当然 不仅仅是指持佛名号这一种念佛 念佛的法门很多 持名念佛的的确确只是其中的一种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还有观相念佛 观佛的相好光明 观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或者紧紧观每一间百好相等等 这都属于观相的法门 乃至除了观阿弥陀佛以外 观观世音菩萨 观大师至菩萨 都叫观相的法门 还有观想的法门 不单观想西方三圣 还要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 保持梁花宝树等等 还要观察阿弥陀佛种种功德 观察我们修行这个法门 能够获得的种种利益 这都属于观想法门 除此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十相念佛 当然是正得了十相以后 才有可能达到十相念佛 在正得十相之前 有相似的十相念佛 虽然不是完全十相 但是已经开始接近 要没有这个接近 怎么能正得十相念佛呢 那是不是说除了这四种 就没有其他的了 不然 因为法门无量 念佛的法门 其实也有很多很多 比如说 大师至菩萨念佛原通章 这是《棱严经》里边的一个章节 很短 只有244个字 比《心经》还要短 这个法门 用的方法是想佛 意佛 有的人说 这个方法也是持名念佛 不然 我们仔细看这244个字 你找不到持名念佛的痕迹 他只是说 要像妈妈想孩子 孩子想妈妈一样 诸佛都想众生 众生如果想佛的话 想佛 意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不假方便 必得心开 是一个想合意的方法 这个想合意的方法 未必就要有形象 实际上这个方法 因为他能够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也是开悟的法门 念佛是可以开悟的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 进入这个念佛阶段的时候 和参禅其实没有区别 因为要找到我们念的那一尊真佛 到底是什么 这一尊真佛 就是我们的实相 生命的实相 法身 就是我们生命的根本 也是万事万物产生的总根源 就是我们的真心 他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本来就是佛 因为他没有烦恼 而且本具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本具的智慧 也不从外得 每一位众生 本来就具足 本来都有 就是不知道 没有办法证得 所以的话 流落六道 轮转生死 如果能够找到他 这个清净的本来面目 那么误后其修 当然就能够证得解脱 乃至成佛 因此这个法门 我自己认为 它应该是介于 有相的念佛 也就是前三种 和实相念佛 就是第四种 应该是中间的一个 过渡的法门 我这也是方便说法 因为这个方法 本身就能够 使我们意志成佛 因此我说 这个方法 我说它 介于二者之间 也是一个方便的说法 如果我们平常持明念佛 就比较容易 持明念佛 如果功夫好了以后 可以转到 这个方法上来 进行享佛义佛 然后通过类似于 参禅的方法 打破我们的仪团 找到自性清净心 也就是自性弥陀 那我们就花开 见佛物无声 一旦花开 见佛物无声 我们如果发愿往生 就能够上品上升 往生的时候 做的是金刚台 金刚台到底是什么 我好长时间不明白 这一次来了台湾以后 把这个问题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 把它弄清楚了 因为以前想弄清楚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有一天把它弄清楚了 是指的那个莲花的花心 花心当中有长莲子的那个地方 我们看佛像的 佛就坐在那个平面上 莲花的那个地方 那个就叫台 那个部分是金刚做的 所以的话叫金刚台 那如果是上品终生呢 做的就是紫金台 这一部分内容呢 我讲过不止一次了 大家如果想详细的了解 九品网生的情况 回去以后找到 《关无量寿经》 最后的三关 十四十五十六关 仔细看 文字并不是很多 这样的内容呢 你要反复看 仔细看 多多的看 才能把它融会贯通 弄得清楚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念佛 而放下身心世界 这是大布施 这个是什么道理呢 因为我们平常的人都贪着 贪着什么 最重要是贪着我们自己的身心 认为这个身心是石油的 一定呢 下很大功夫 去在这上面 你看 讲吃 讲穿 讲住 讲用 为什么 就是为了这个身体 如果没这个身体 你不认为身体是自己的 你下这么大功夫干什么 那明白的就是认为 身体就是自我 所以要好好地保护 要好好享受 否则的话 以后享受不了了 尤其有的人说 趁年轻的时候赶快享受 到老了的时候有病了 就顾不上享受了 所以现在呢 要尽情地放逸 或者放肆 所以年轻人现在不少 都不怎么学佛 如果能够学佛的人 这些人呢 年轻人 就是过去有大善根的人 往昔也是修行的 这一世接着来修行 由于身心两个方面 都是假的 所以心经上来讲 观自在菩萨 行身波罗波罗蜜多 是照见五蕴皆空 五蕴是什么 五蕴就是我们的身心 身心的全部就是五蕴 其中色蕴就指我们的色身 而受想行时四蕴 就是指我们的精神 也就是心的方面 而这两方面呢 都没有自我 所以学佛呢 要去学习这种观照的功夫 那念佛怎么观照呢 念佛用另外一种方法 他直接啊 就观察阿弥陀佛 如果是持名念佛 只观察我们要念的 这一句佛号 口里边把名号念出来 心里边把名号听进去 要用听的功夫 听的功夫就是观的功夫 只观这两个法 不论你修什么法门 都一定是要用 这个是通途法门 谁都不可能离开 所谓指就是指希望想 所谓观就是观察正念 我们的正念就是观察这一句 阿弥陀佛的圣号 我们不去观察自己的身体 观察自己的心 我们观察阿弥陀佛 这个时候呢 叫做放下身心世界 因为这个方法 对峙我们对于自我身心的贪着 所谓不时 为什么要不时 因为不时对峙前贪 而人前贪的最重要的方面 就是自我 而自我是虚假的 它是我们轮回不断 不能使我们解脱 因此如果要解脱的话 第一观要透过的 就是断我见 所谓断我见的意思就是 树立了一个新的人生观 佛教的人生观 根本就没有自我 所谓自我 是众生的妄想 没有这回事 因此 能够对峙前贪 心里专念一句佛号 心里面没有任何贪欲 这当然就是大布施 那我们说 我们不时钱财 或者救护众生 这是不是不时 当然是不时 讲经说法也是法不时 当然是不时 但是这所有不时当中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对峙我们的前贪 如果能对峙 当然就属于不时 一句佛号 只想佛 不想自己 不想外面周围的这些 物足恶事的事情 当然就是大布施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们的身心是用来做什么的 是用来修行的 如果不修行 剩下的一件事情 就是用来轮回的 用来受苦的 那我们要哪个呢 当然要修行 要解脱 我们这个身体啊 在这个娑婆世界 如果是要发愿往生的人 这个身体是最后一个 在座有没有不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不发愿的举手 没有 看来大家都志愿都是一样的 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这样的话 大家仔细想 你这个身体还有几次 没有 只有这一次 有人说为什么就只有一次 因为必定往生没有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有一些疑惑 这些疑惑怎么造成的呢 是被人家误导了 因为有的人把往生的条件提高了 不符合原来佛说的条件 佛有的时候说的也比较高 这个没错 因为佛针对修行好的人 他会说的比较高 可是佛针对最一般的大众 他说的那个条件就很低 十念乃至一念就能往生 如果临终的时候 一念就可以往生 那个条件哪有那么高 不高吗 乃至于中品下生 条件是什么呢 只要你把孝顺父母 恭敬师长这样的世间善法 回向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可以了 我们哪个人没有这个条件呢 个个都有啊 我们不仅是恭敬师长 孝顺父母 我们念了多少佛 我们做了多少善事 我们放了多少圣 因为海涛法师带领大家 做的这些 都是大好事 好得不得了 救护众生啊 无畏师 再加上财师 还有法师 三师都具足 在放生的过程当中 有人说放生就是放死 因为有些动物 的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先舍爆了 因为他身体不好 他经不起折磨 身体总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比较体弱 可是啊 我们都给他回向啊 都给他做三规啊 就算他死了 他中阴身 他出来 他也知道 因为我们的心 有无比神奇的功能 我们看来表面不知道 实际上心里都是知道的 这样的话 他们接受了 这个法部师 和没有被放生的 就大不相通了 因为没有被放生的 他没有接受三规啊 他没有听到佛号啊 那不一样 而且他今后也一定要死 他不可能不死 人家把他养了 就是要杀他的 就是要吃他的 临终被杀 被吃 是毁 是一定会起嗔恨心的 起了嗔恨心 就不会到好地方 所以我们放生的时候 一边放生 一边念佛 这当然就是大不失啊 由于我们每个人 无疑问的 都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今后大家 不必再担心这个问题 担心的是往生的品位问题 往生是一定的 那么这个身体 当然就是最后一个了 不要看这个身体 有种种的毛病 也不那么美妙 因为这是夜暴身啊 它不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光明 光体的身 不一样 但是这个身体 就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前提 没有这个身体 我们怎么修行呢 因为有了宝贵的人生 我们可以听闻到佛法 我们生起智慧 我们选择了这个无比殊胜的法门 简直就是一步登天啊 极方极乐世界比天啊 好得太多了 三界当中什么天都比不了它 因为天上还在轮回当中 可是到了极乐世界就方便出轮回了 因为生命不会再停止 不会再轮转 而且那里决定没有三恶道 也没有阿修罗 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两道 人道和天道 所以这是无比殊胜的法门 如果我们选择了的话 那就说明我们有智慧啊 我们是佛的好弟子 当然我们不能说 其他修其他法门的人 选择错误了 我们也不能说人家没有智慧 我赞叹他们的时候 也说他们好 他们选对了 他们是佛的好弟子 一样的 因为都是佛说的法门 只要你如理如法的修持 都会得到无比殊胜的利益 下面我们说第二 真能念佛 不负起贪嗔痴 及大齿戒 如果真的能够 投入到念佛的境界当中 形成了一种念佛的状态 你要入这个境界 我们平常人念佛是念佛 生活是生活 他没有打成一片 没有形成一种修行的生活方式 念佛的生活方式 它是两回事 不是一回事 这个叫没入境界 入了境界的人 为佛是念 不念别的 有人说 我不念别的 我怎么做事情呢 我不可能不念 我上班 我能不念吗 你要正确地理解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有一条主线 贯穿 醒来到睡觉的始终 那就是念佛 达到这种境界叫功夫成天 不是不做别的事情了 在做别的事情当中 仍然在念佛 有人说不可能 那两件事情怎么能同时进行呢 我跟你说完全可能 因为我们平常都是这么生活的 你吃饭的时候你不想别的事吗 你上班的时候你全部在工作上 你没有想别的 不可能 你一定想 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你不想自己的事 是因为我们不习惯于念佛 不习惯于修行 没有形成这样一种事例 所以我们认为困难 我们从早晨醒来到晚上 都被烦恼所困扰 烦恼功夫早就成偏了 烦恼既然能成偏 念佛就能成偏 就是转向 改变一下习惯了 把烦恼的习惯改成念佛的习惯 怎么办呢 烦恼一升起就念阿弥陀佛 再升起再念阿弥陀佛 不管听到谁说你 什么不好都是阿弥陀佛 你听的时间长了以后 真的是听到阿弥陀佛 有人说这是幻觉 没错 什么都是梦幻泡影 念佛也是梦幻泡影 但是这个梦幻泡影 能够使我们到梦幻泡影 一般的极乐世界 那是极乐世界的梦幻泡影 而不是烦恼的梦幻泡影 这个不一样 如果你通达佛教的道理的话 梦幻泡影和非梦幻泡影 它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它是没有区别 就像水不离波 波不离水的道理是一样的 那个波浪有起伏啊 水它没有起伏 起来也是水落下去 还是水 水泡是水 水波也是水 不管多大的波浪 它还是水 本质上就是水 既然是水 就是清静的 所以烦恼即菩提 由于我们没有通达 所以我们分别种种 万法 然后我们在其中呢 颠倒 因为我们认了真了 我们把梦幻泡影当真 如果你不把梦幻泡影当真 你能够透过梦幻泡影看到真实 透过波浪看到水 烦恼就是菩提 生死就是涅槃 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所以通过念佛 我们一定能够通达生命的事项 即使在这个世界不能够花开 到了极乐世界总要开花 不能说总把我们包在花胎里面不出来 上品上升 莲花一定是打开的 中品上升也是打开的 其他的呢 就花合着 那开的时间呢 有长有短不一样 这都是在事项上说的 理体上和事项上 二者也是不二者 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费礼 也不能够费事 两方面要有圆容 修行这样才比较完整 我们平时啊 相当多的烦恼 是由于心里面愤愤不平 认为社会有问题 他人有问题 对自己也不满意 有的人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 生气 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就没有做好 生气是什么意思 生气呀 就是称恨啊 贪称吃的贪 贪不到就称了 称和贪不能同时生气 但是由于贪不到就变成了称 如果你想要什么就要到了 你高兴得很没有称啊 可是天底下的事情 怎么会都如自己的意呢 不如意是八九 如意的只有一二 所以要懂得随顺事件 横顺众生啊 修行要顺别人 而不要让别人顺自己 如果能顺别人 我们会很快乐 因为你顺了别人 别人就会高兴 别人高兴 你就高兴 你不顺别人 别人不高兴 你也高兴不到哪里去 所以修行人要有一个原则 那就是修自己 而不是修别人 如果我们听到 不如意的声音 我们继续念佛 念佛的向好光明 念佛一定就有向好光明 念佛的人 面目一定会被改变 就会显出慈想 慈悲 就会笑 会快乐 会离开 诚恨 离开嫉妒 离开打骂 这样当然就是大持戒 一个念佛的人 如果时时刻刻在念佛 这五戒一定能够守得很好 你一边念佛一边能杀生吗 肯定不行 能够一边念佛一边偷东西吗 不行 能够一边念佛一边邪淫吗 不能 能够一边念佛一边再说假话吗 不能 能够一边念佛再一边饮酒吗 能 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持戒 没有真正的念佛 真正念佛的人马上到极乐世界了 怎么会贪图世间的酒啊 不会的 什么都不会贪了 极乐世界有多好啊 好到那种地步你会贪图世间的这个 根本就不会贪图啊 不要说我们念佛的人 就算修禅定的人 都不会贪图世间的这些 所谓的享受 有的人到现在不能持五戒 或者持五戒的话 跟佛要讲条件 要谈判 说我少喝点行不行 这干脆不要喝就算了 为什么要喝呢 喝它有什么用啊 那个酒是后来才有的 原来人类没有酒 也没有烟 也没有毒品 大家都生活很好 自从有了酒以后 就出了种种的不好的事情 自从有了烟 有了大烟 有了毒品 那就更坏了 人他贪呢 贪什么贪财贪钱 为了赚钱 不择一切非法手段了 什么是坏 他都干什么 因为能赚钱 我们把这些都断除 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的人 哪有时间去搞这些事情呢 再说我们是好居士 好的居士 一定要持五戒 杀到阴望都能断了 为什么留一点尾巴呢 那酒还要喝他干什么 什么酒都不喝 就最好 因此的话 真能念佛 不负其贪嗔吃 即是大持戒 不仅是五戒能持 八戒也能持 我们大家受八关斋戒 都不是一次 八关斋戒 其中有些内容讲 有些经典里面讲 有的人进行受 持八关斋戒 昨天在台中讲堂 受八关斋戒 我看到这个经文 我当时就发了一个愿 我要进行受 受八关斋戒 这八条 我们不说其他的戒 这八条 我要严格遵守 其中人们认为比较难的 就是过中不实 其实我经常是过中不实的 但是不严格 别人问我吃五 我说没有 为什么不吃不想吃 吃了不舒服吗 吃那么多干什么 我们的身体不好 大多数是因为吃太多了 你记住啊 好不好不管 你就只吃多了 因为身体呢 是吃七成饱 八成饱 就好 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要吃到九成饱 十成饱 甚至有的人太贪了 过量了 超过十成了 撑得没有办法 而且吃了很多 很难消化的东西 就是贪 贪口味 肚子早就反抗了 不想吃了 人还要拼命地往里吃 由于这样的话 你想想 造成了身体本身的困惑 身体消化的时候很麻烦 要需要大量的能量 去消化食物 你能量就不够了 所以吃多了以后 打坐一定昏沉的 佛教让过午故事 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要做禅 要修禅定 头脑要清醒 头脑昏昏欲睡 修什么禅定 因此最好是过午故事 做不到怎么办呢 做不到晚上吃一点青菜 吃一点水果 用这个方法中和一下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你身体会比较清理 有力气 吃青菜水果呢 可以洗去一些毒素 可以清理肠胃 不会让它堆积在肚子里边 因此我们如果能够比较好的吃八观摘戒 或者呢 发愿进行受受八观摘戒 其中有一条 过午不时 一天吃两顿饭 那大概你的体质也会增强 就不会有那么多毛病了 因为我们能量都用在消耗食物上 缺乏抵抗疾病的能量了 所以的话有些病呢 就侵入 第三呢 真能念佛 不计是非忍我 即大忍辱 我们人 活在这个世间 不可能不和他人打交道 和他人打交道呢 这一条就不能少 就是说你要忍耐 忍耐的内容呢 很广泛 有种种的忍耐 对自然环境 你要忍耐 天不会随你 或者冷 那你就适当的多穿点 或者热啊 太热了 就是少穿也是热 不过现在科学不错 就有空调了 有冷气了 舒服 比过去舒服太多了 因为过去没有啊 你就算皇帝也没有啊 不是说你做皇帝 未来的东西就能拿过来用 那时候没有电风扇 没有空调啊 皇帝也没有办法 他也得热 所以我们的生活 有些方面呢 超过皇帝了 真的超过皇帝了 皇帝没有手机可以打 这是肯定的 皇帝大概也没有 小汽车可以坐了 也没有 也没有高铁坐了 他 坐那个马车而已 颠颠颠的 再好的马车 道路也没有现在这么好 哪有高速公路 没有啊 那个道路 过去道路都比较粗啊 颠来颠去的 最多在马车里面 多给他垫几窗 被我软和一点 那还是那样 所以我们的生活 你真的去想一想 哇 比皇帝还要好 可是人心不足 蛇吞象啊 好了还要再好啊 不知道要什么 皇帝长寿的不多了 为什么 因为不安全呢 随时都有人要 窜他的权呢 都可能要把他杀了 那吃东西都要让 底下的人先尝过以后 才敢吃 可是给他尝饭 那个人如果是坏人 那就麻烦 对吧 他把他骗了 皇帝就被毒死了 很多皇帝是被毒死的 今天还好好的 明天就死了 皇帝死叫驾崩啊 你管他什么名词 反正是死了 所以当皇帝不好玩啊 前几天我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国王 他很有意思 他微服出访 他换成老百姓的装束 到乡下去 到农村去 到城市里边 到处走一走 他碰到了一个 很穷的老头 很可怜 他就要慰问他 因为他是国王啊 我的国家有这么困难的人 心里边也不忍呢 就问他 老人家呀 你有没有愿望 他说我有啊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他说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当国王 这个国王很有意思 他说好 我们去喝酒 皇帝在这个酒里面 不知道搞了什么名堂 这个老头喝完了酒以后 就睡了 睡了以后 皇帝就让下面的人 赶快把他弄到皇宫里去 然后给他换上皇帝的衣服 然后大家呢 就拜他 让他处理朝政 他从酒当中醒过来以后 成这个样子 我变成皇帝了 我是皇帝嘛 可是下面的人都拜他 就让他处理事情啊 他搞不清楚了 就得处理 没有办法 他处理的好呢 下面人说他好 可是他不会处理 他没有当过 他怎么能处理好呢 下面人就说 皇帝这个事情 不可以这样处理呢 那个事情 你的处理方法也是错的 他要学习 这很累 很麻烦 最重要的是什么 晚上呀 皇后 也把他当国王 就问他 皇上 你当国王开心吗 他说一点都不开心 他说是吗 我们喝酒吧 又给他喝一杯 喝了酒以后又睡了 睡了以后呢 就又把他送回原来的地方去了 他醒来一看 呀 哦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我当了国王了 我以后再也不当国王了 一点都不好玩 他不要当国王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我们的欲望 好多都是假的 根本就不真实 你认为好的未必就好啊 你看年轻人呢 他要成家 当然我是和尚了 我说这个话 你们有家的 不要误解 年轻人就想要有一个家 有一个家 生个小宝宝 多么可爱啊 有天伦之乐 因为他不知道成了家以后 有多少的困难 有多少的困惑 有多少的争斗 有多少的烦恼 他不知道 没有体会 让他去问岁数比较大的人 经历过来的人 哇 不好玩啊 结婚 生孩子 有家 不好玩 所以有一些人明白了 就不要再成家了 还有些人离婚了 离婚了 让他再找 他不找了 不要了 太麻烦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呢 就主张独身主义 不愿意成家 不愿意成家造成国家的困惑 因为人口下降了 西方不少国家都是这样 大家不结婚 人口就要下降 下降以后就鼓励人家 多生小孩 生小孩就有奖励 那有些人还是不愿意 没有办法 因为你没有体验 如果一个人修得了禅定 你再让他回到没有禅定的生活 他不回去 一个人得到了解脱 你再让他回到原来不解脱的生活 他不回去 佛经里面有比喻 就是一个人掉到大份池子里面去了 然后别人把他救上来 把过去的脏衣服扔了不要了 给他换一身新的衣服 这个身体呢 全部都给他洗得干干净净 再喷上各种的香水啊 香料什么的 你过去还好 然后佛就问 有这个人他会不会再跳到粪池子里 谁都说不会啊 从那里面出来了 怎么还再回去 不可能 这就说明修得了禅定和解脱的人 不会再 不会再跳到轮回里 现在我们之所以贪 是因为你没有出去的经验呢 怎么才会有经验 好好念佛 念佛好了 不等你往生到极乐 你就有体会了 因为清凉自在 一句佛号念下去多好啊 以一念带万念 根本不要到极乐世界 烦恼就已经大大的减轻了 哪有那么多事啊 其实平时我们的生活也没有那么多的事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烦恼都是自己没事抓来的 硬要把烦恼抓来的 仔细去分析烦恼 不是过去就是未来 没有现在的事 因为什么 现在刹那就过去了 未来的还没有来 来了的都已经过去了 可是我们的烦恼呢 经常啊 就是对已经过去的事 不断的把它抓住 不让它过去 未来的是还没有来 先把它抓过来 来麻烦自己 担忧害怕恐惧 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想开 你看过去的已经没有了 未来的还没有来 本来就是没有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要烦恼呢 来了来了再说嘛 有些事情根本它也不会来了 可是你就一直伤害自己 伤害了很久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又折磨自己好久 平常的人都是这样的 因为什么 因为不懂念佛啊 念佛的人不然 念佛的人活在当下 你看这一念阿弥陀佛 下一念还是阿弥陀佛 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就刹那刹那生活在当下 这一念阿弥陀佛是清凉自在 哪里还要往生到极乐才自在 现在就自在 所以我说呢 闲心少操 多享佛 闲话少说 多念佛 闲事少管多拜佛 你没事没事去拜佛 拜佛能够得到无量福报 拜佛可以忏悔消业障啊 拜佛可以使身体清理啊 多好 你跟人们去搞那些麻烦的事情干什么 大部分人做的事都是无聊的事 没有多大意义 大部分人说的话 都是无聊话 没有用 闲话惹是非 惹是的话 大部分人的脑子 都是胡思乱想 我总结了以后啊 脑袋啊 是胡思乱想 嘴巴呢 胡说八道 身体呢 胡作非为 三胡 怎么转呢 简单 一句阿弥陀佛 就转了 就变得很简单 你要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阿弥陀佛已经成了佛以后 在果位上的功德凝聚成的一句圣号 所以才有这么大的威力 你要念石头顶事吗 你念电脑瓶吗 不行 没有用 可是念阿弥陀佛 他一定说 我为了幸福 谁不想幸福 每个人都追求幸福 这是世人的目标 虽然对幸福的理解各个不同 但是追求幸福这一定是一致的 有的人认为健康是幸福 有的人认为有钱是幸福 有的人认为有一大堆老婆是幸福 那幸福理解各个不同 但是追求幸福是一致的 但是你在想 这些是幸福吗 和你说说的幸福 它相应不相应啊 因为幸福 所谓的幸福 还有一个内涵 就是心情愉快 有了钱的人愉快不愉快 大家仔细看 没钱的时候 可能还比较愉快 还穷朋友们在一起 比较开心了 有了钱以后 这些朋友就不见了 来的人都是冲你的钱来的 都在想计算你 怎么样从你那里能捞到好处 没有真心实意 而且钱多了 你要遭绑架 家庭要跟着你受害 小孩子有一天突然不见了 然后就打过电话来了 拿多少多少来吧 不给的话要撕票了 哇你心惊肉跳 你有钱也白大了 救不了孩子怎么办呢 所以有钱并不一定是幸福啊 有人要权利 有权是幸福 是吗 刚才我们那个故事 让你当一天皇帝试试 我们平常人当不了的 因为没那个福报 那一大堆的事 你就受不了 我们平常的人 稍微多一点受 多一点事 精神就已经承受不了了 何况是一个国家交给你 那你是打妄想啊 你根本就管不了 给你一公司 你都管不了 你还当皇帝啊 不可能 那要大福报才行 没有那么一定的福报 你就算当了 很快就被人家抓下去了 你就坐不住的 不但如此啊 世间的小权利也是一样啊 没有福报上去 没几天你就下去了 甚至不等人家推自己 就完蛋了 得病啊 得病你不能不能在那个位置上工作了 你要住医院了 要看病了 没有办法 业障现前了 因为福报不够 所以在这个世间呢 不是要追求幸福 而是要看透 所谓的幸福的本质 而翻回来求什么呢 求清凉自在 所以福报有两种 一种叫红福 就是大富大贵有钱呢 一种叫清福 清风明月 潇洒飘逸 林间树下 清茶野菜 就很好 过去说说这些修道的人呢 先锋道骨 很飘逸 为什么 因为他远离尘销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